好,熱量單位請記下來 讓一公克的水溫度變化一度吸所會吸熱或放的熱叫做一卡 一個卡路里,簡稱叫一卡 一公克的水溫度變化一度吸所會吸收或放出的熱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一卡 所以呢 我們常常不要叫做千卡,就在社會上大卡 相當於一千卡,一千卡,一大卡,一千卡 社會有學過這個,一千卡 我們國三會學單位叫做交耳 我們國三會學的交耳有兩個單位稅會和換算問題 這裡寫個4.18或4.2交耳 古時候課本寫4.2,感覺比較好備好算 後來改成4.18會封掉 很難處理很難算 沒有關係,這個應該在考卷上會給你 告訴你說一交耳是幾卡,一卡是多少 交耳,上面寫多少你就用多少就算 OK,這個先可以暫時不要理他 因為你根本還沒有學過交耳 等到國三還會出現,國三還會出現 國三還會交耳還會出現 好,這個這樣子以後 就有一個神奇的公式叫做 H等於M delta T 正確的寫叫,對不起,H等於M delta T 正確的寫叫,Data H等於M delta T 改變,M delta T M delta T代表的是溫度的變化 正確的寫應該是用末溫減出溫 Data是改變,是後來減原來 如果你用末溫減出溫就可能是正的 或是可能是負的 如果吸熱末溫變高就正的 放熱末溫變高就變成負的 所以你看到正號或負號 就說他吸熱還是放熱 可是你們這些可愛的大哥 看到負號就抓狂了 就告訴自己,我不會算 所以現在一般老師就直接用什麼 高溫減低溫就一定是正 但是如果你用高溫減低溫 就是你自己要知道他是吸熱還是放熱 你自己要知道他是吸熱還是放熱 如果你用末溫減出溫就不用知道 他會自動喬 正號就是吸熱的話就是放熱 所以這個是水的吸放熱的公式 剛剛講過嘛 一公克一度吸叫做一卡嘛對不對 所以一公克兩度吸就是兩卡 一乘二嘛 兩公克一度吸也是兩卡嘛 二乘一嘛 兩公克真的就是二乘六卡 就這樣做 所以H等於M delta T 這是第一次的公式 這公式會越來越長 這公式會越來越長 這線一開始就這麼短 而且M delta T 計算公式 重點是由這個公式你發現一件事情 你會算的叫做能量差 溫度升高一度或放掉一度 你會改變的會吸收的熱量 所以你不曉得東西會讓有多少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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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會曉得一個Wineer的熱量有多少 你現在給我一杯五十度吸的 一百公克五十度吸的水 其物裡面的熱量有多少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百公克如果從五十升到五十要多 一百 要多一百一卡 可是五十度的 可是原來幾個吸卡 不知道 後來吸卡 也不知道 所以考卷上只要有任何的敘述 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只要有任何的敘述 明示或暗示你 我能夠知道一個完額到底有幾卡的 通通都是錯的 通通都是錯的 比如說一公克一度吸有一卡 一定是錯的 一定是錯的 OK 我只能夠知道 一公克從十度變成十二度 要多兩度 所以我需要多兩卡 十度幾卡 不知道 十二度幾卡 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多了兩卡而已 OK 我只知道能量差 我不曉得一個東西 確確實的熱量有多少 所以只要敘述 明示或暗示你 我知道的 都是錯的 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請你要記住 OK OK